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学人 有学友私讯财经学人说 他是一位理财新手 他不知道怎么样选股 他很怕盲选 会像财经学人先前拍的一支影片 投资国泰金也能产赔的主角 哎哟 学人这次拍影片是想要跟学友们 update最新的资讯 我后来又把产赔20万的国泰金 变成获利金了 财经学人会无事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相信如果我可以把赔钱股 变成赚钱股 学友们一定也可以做到 投资理财要成长 晚年生活才能好 喜欢学人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订阅 记得开启全部通知喔 财经学人先前在影片分享说 投资金融股我每投必胜 结果我却在国泰金上面 我产赔20万 学人在拍这支影片的时候 我还没有全数卖出国泰金 我只是拍出我当下投资金融股 个股的心情 学人后来有陆续调节国泰金 最后一张国泰金 是在今年的8月28号卖出 我有在Facebook分享 我投资国泰金的心路历程 我就想想说 我可以再拍个纪录片 还记录一下说 我投资国泰金 产赔20万 到最后有小小获利的一个 心路历程 希望能够借我的经验呢 能够带给学友们信心 能够让学友们 稍走一点冤枉路 如果学友觉得说 这支影片对你的家人朋友帮助 也欢迎多多分享喔 学人曾经提过呢 我在2022年初的时候 我很近距离的接触一种投资方式 他就是用股息换算成合理价位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方法 用这种方式来推算合理股价呢 会有一个盲点 最大的盲点呢 就是你可能会赚了股息赔了价差 但当时呢 因为我很近距离的接触 这样的投资方式 即使说我观察国泰金很多年 我知道它的合理价位在哪里 我也知道它的便宜价位在哪里 可是我当时当下我就是迷失了 我在2022年的时候呢 我有单笔 我有做定期定额投资国泰金 我最高价位还投资买在66块1耶 结果呢 国泰金后来股价就一路下滑到最低30多块钱 附带一提喔 我过去观察国泰金的经验 30多块才是它的便宜价位 确认后来自救的方法呢 是我是用逢低布局 老实说国泰金在便宜价30多块的时候呢 我反而没有加码很多 我就分析有可能是我当下的心态 我可能是疲了累了 有可能我想到说资金我再投下去会有效益的问题 改投资ETF或者是其他标的 效果可能会更好 所以在便宜价我反而没有加码更多 虽然后来持有18张的国泰金 我投资的金额呢是88万4左右 虽然都会制作投资损益表 我会在每一笔交易后面就背注说 我这笔交易赚钱赔钱的原因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交易笔记 可以让我自己从中去吸取经验 这一次投资国泰金呢 我自己也制作了这样的表格 虽然我如果觉得说这单表格不错 还蛮实用的 你可以截图试着做自己的交易笔记哦 虽然第一次卖出国泰金呢 是在2023年的4月 因为时间有点久 所以我就回想说 我当时卖出国泰金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金融股在那个时候 普遍被看衰 再加上我那时候的心灵呢 有一点点觉得被欺骗的感觉 因此我产生我不想要持有的念头 虽然是这样子 我还是很理性的 我只卖出5张 我没有全部卖出 如果我当时用43块钱全部卖出的话 哇我就大赔几十万耶 我也就不会拍现在这支影片了 我第一次卖出国泰金呢 是在今年的3月份 从线图来看 我在推算 我当时应该是有可能 想说国泰金一直在40几块这边盘整 我感觉国泰金如果要再上到60块以上的话 还有段漫长的路 我对他的信心度不够 想到说资金有效益的问题 产生了我想要换股操作 改投资ETF或其他标的的念头 因此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卖出10张 我第三次卖出国泰金呢 是在今年的8月份 其实我要卖出 我当下内心是有点小挣扎 原因是因为国泰金 他今年的EPS表现真的很好 这点呢让我有点不太舍得买 可是国泰金的股价呢 他也在相对的高点 今年股价最高在66块 然后之后呢又往下盘整 最近的股价大概就在61块到63块中间盘整 这让我想到我在2022年的时候 我买在66块1的高价 然后之后就一路下滑的经验 当然了现在的时空背景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考量到说国泰金他一向不是那种走高配息的路线 对我来说他比较像是操作资本力的空间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在反复考量之下呢 我就在63块半的时候就卖掉最后一张国泰金 总结我这次投资国泰金 最后是小赚16000 报酬率是1.85% 虽然投包率很低 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喔 其实啊我们有时候光看光想光问说 欸怎么投资怎么这样做 其实这是没有用的 市场跟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我也是经由一次一次的失败中 我从中学习 我们要真正进到市场里面才会累积足够的经验 才会进步 所以不论成功啦或者是失败 那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有好几位的投资新手呢 他都会私讯问财经学人说 我要怎么样选标的啦 或是某某档ETF可不可以买啊 某某档哥股可不可以买啦 还有就是我投资新手要看哪些书啦 学人觉得啊 问这些这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要先做好功课啦 我们在投资之前啊 至少要知道说你投资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嘛 你如果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产品 其实呢最简单的就是多看财经新闻 多看一些理财的资讯 现在这些几乎都是免费的 而且很好取得 看久了你就会知道说 这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不过我们在看资讯的同时啊 也要练习去思考 你要去想想说 这篇文章或者这篇报道 是不是影片 他有没有什么盲点 有没有什么是坐着他 没有想到 可是你却想到的 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写Facebook还有我拍的影片呢 都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分享 所以呢很有可能我想不够周全 因为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分享嘛 所以如果我们在看文章 或者看影片 看新闻的时候 也不用照单全收 我们要练习 边看边想 看到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呢 可以笔记记下来 如果学友看到觉得有不错的方法 可以试着用看看 但你又很怕失败赔钱 就可以先纸上练兵 或者是先用小钱投资试看看 等到胜率提高的时候 我们再增加投入的金额 我这次投资国泰金呢有三个心得 第一个是不要人云亦云 钱很难赚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高手专家 讲的名牌呀 你不要想要说当免费的身手牌 这些高手专家他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为我们的钱负责 但是我们要自己为我们的损失负责 想要投资赚钱还是要靠自己最实在 一旦我们了解自己的投资属性啊 你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你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自己的投资信念 第二个呢是学人在影片里面 常常在讲我讲过好多次 但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这次再讲一次 就是即使我们选对标的 但是买的价格很重要 比如说像我们买0050或台积电好了 这是很好的标的 可是我们买进的价格太高 哇那我们就好几年的股息 或是要等好几年在一个景气循环 才能够cover回来 所以买进的成本很重要 第三个不论是买卖 我们都要有耐心 投资好的标的要耐心等到好的价位 如果你没有耐心最好的方式 这就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扣款 而且是要当大跌的时候 就要再加码进场 如果你是想要存股以后当老本 那你就一直持续持有 但前提是真的要耐心持有 还有就是我们要卖股的时候 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 不要一时慌了在卖股 如果担心一次卖出之后 股价晚上涨 你看到这种价格上涨 你会垂心肝会很心疼 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分批慢慢卖 我很开心这次投资国泰金的结果是好的 虽然我们报酬不高 但我觉得我很满足了 我们想要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要开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对获利要感到知足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获利 不要跟别人比较赚多少钱 我们这样投资起来 才会觉得舒服才会快乐 也才能够投资的久 我也还是在学 希望这节影片对学我们有帮助 你有过投资赔钱股 后来变赚钱股的一个逆转胜经验吗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来啰 虚伦的口头禅来啰 投资获利简单三个步骤 选对标的定期领域开始就完成了 投资你才要趁早 晚年生活才能好 喜欢学员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订阅 记得开启全部小铃铛 会看到我全部影片喔 拜拜